哈喽大家好 今天10月5号 欢迎回到睡不醒的老铁 我睡醒了 你们睡醒了没有 昨天行情有点复杂 然后有点乱 然后昨天我感觉整个思路不清晰 更新了蛮多图了 有些图是想做空 有些图想做空 有些做多有些做空 所以有点复杂 昨天我开了两单 一大爱丽丝小笋出场了 然后一单是有你空单小银出场了 然后今天早上醒来 我感觉重新的在分析整个盘面 我感觉现在可能思路比较清晰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比特币昨天这个加特里 886的这个价格 已经排排了两三天上破了 但这个上破也是那种 我不深喜欢的上破 怎么说 它没有很明显的上破回踩 直接要看多的感觉 来到这里跟你纠结纠结这种情况 所以我的猜测两个看法 第一个可能性是 调整回来趋势线上站稳反弹 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是 这一次他直接来一波 再次的杀这种高位最多的人 回到这个level 43,000以下 这个level就是一个很好 最多的接多的一个level了 希望能够来到这里 因为现在在这个level 我没有兴趣接多的 然后什么时候才真的有兴趣接多 我告诉你 他直接来到这里站稳反弹不够 我要看到的就是 这个之前的高 这个区域 这个之前的高 这个区域要很明显的被 下来 直接上破 破那个高回来回踩 我可能在这里才去接多 这个是我的思路 你们可以参考可以考虑 比特币 所以两个可能性 A跟B方案 你们自己参考 要做空的朋友也是可以考虑 毕竟这个加特底还是算没有失败的 他不去到1134不算失败的 OK 那以太坊怎么看 以太坊一样的就是要涨不涨 要跌不跌 要空的朋友考虑这个3550这里 蝙蝠完成可以考虑看空 要多的朋友 你就希望他来一波调整 回到3000左右这里 那我们可能又是可以在好的价格 去接多了 中间的价格什么都不做是最好的 不如你开多他涨一点 你担心 他你开多他跌一点 你担心你开空他涨一点 你也担心 乱七八糟的 因为你没有优势 你没有在好的价格进场 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有耐心 等待好的价格在进场 OK 爱丽丝昨天我开了一个空单 然后他这一根上去 我被吓跑了 因为继续看到AXS那些 ENG还是UC币涨得有点疯狂 我有点怕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先出了吧 继续等待 OK 一样的就是 这一波可能他昨天涨了吗 跌回一些支撑 如果站稳支撑这个UC币还在炒的话 可能他等一下站稳这里可能又要涨一波了 有这个可能性 值得关注爱丽丝 爱丽丝如果站稳支撑反弹的话 下一波可能去到20块以上 有这个可能性 UC币嘛 主题币嘛 我不知道这个艾丽丝 能不能跟AXS币吧 听说他们要搞什么去中心化交易所 所以继续就疯涨中AXS 你看很难制裁的这种币 大牛币不要去制裁他吧 一定会被打脸很多很多次的 我都不敢动的 每次大疯涨呢 我就不去碰他了 群里有一些朋友都很厉害基本面的 他们就说这个要搞去中心化交易所 然后是非常有优势的 可能UC币的老大 龙头老大就会涨 这个有点让我想起之前B&B 从可能5块10块直接疯涨到500块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种大牛币还是不要去制裁他 有回到支撑 左横盘一段时间了 开始反弹 你可以考虑去追多 当然如果你觉得涨很多了 你对这个币不了解 你也可以不要去追 昨天封涨币还有10币 很多人说10币老师10币要讲10币 好10币 你现在去追多的话可能会直接10币 ok不懂会不会讲这种脏话 会不会被疯 你们不要举报我好不好 ok 这一波10币昨天涨得很疯狂了 50%左右了 然后不要追了 他如果有调整一波和谐形态 回到一些支撑 我们得去考虑吧 那你会说不可能会到这里的 什么是不可能 9月7号的时候发挥200块 直接跌到五六十块都有可能的 这个可能只是跌一个30%到40% 从目前的价格有可能的 不要去追 有调整我们接多 ok 这个是我的方案 狗狗币也是拉了 跟这个10币可能是一样的 庄家的 一样的 上拉的时候不要追 他可能调整回来 可能2250回到支撑 我们再考虑吧 ok 然后还有什么 OMG大牛币不要去追 空 不要去接空 然后如果调整回到一些趋势线 支撑站稳了 可能可以考虑去接多 可以DOT 我再等这个50形态完成接多 在29块左右 那些等待 不回来这里 我就不接多了 有可能会到这里站稳了 我考虑在29块左右接多 如果这个29站不稳 直接下破的话 他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顺着比特币一起回到这个趋势线上 ok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能29不能接的话就27了 好 Falcoin也是一样 这个蝙蝠完成 跌到好像乌龟很慢很慢 跌了两三天还没有到达目标 好 第一个目标382在64块半左右 到达了我不知道这个趋势线 能不能站稳 站稳可能会从这边反弹 ok 这个是Falcoin 然后其他值得关注的 也是有形态的 ok Near Near可能会走一个鲨鱼 6块6左右 会完成这个鲨鱼 我们在这个level 可能再考虑要不要去接多吧 ok C98 我不知道这个支撑能不能撑着 但如果无法支撑的话 他也是可能会调整一波 3块钱 又是一个不错的价格去接多了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ok 我觉得牛还在的 只是来一波调整是很正常的 目前恐慌 他然指数是在59左右 所以还好 小牛在 但来一波调整后 我们在好的价格去进场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ok FTT 这个可能到达了一些阻力无法突破 看到吗 ok 所以等他走一波形态 XAB 可能这个是C 走一波形态回886吧 回到一些趋势线支撑 可能50块以下 又可以考虑去接多了 FTT ok 1inch 你们这些1inch的朋友 如果你们超过1inch 记得点赞订阅评论 这个废话讲了很多次了 可以1inch 要做空等3块3毛半 昨天说了还没有到达 然后到达了 可能这边会调整一波 就你耐心的等待 目前没有什么执行方案 d y d x 有一个abcd 有一个加特里在20块左右等待 如果回来这里可以考虑 要不要去做多 然后link link也是如果要做多的话 等他丢回一些重要的支撑吧 OK 关键支撑在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link 有回来这个level 应该是不错的做多机会 我的交易就是我们无聊很多等待 OK B&B也是完成了鲨鱼 在这边反转区折腾了好久 OK 可能晚一点再涨一点点 还是无法突破这个趋势线的话 可能会调整一波 回到趋势线上 OK 这里左右 可以可能回到370380左右 好了 我今天就好像说到这了 没有什么好说了 以太坊全员不说了 Solana 我的心目中的价格在145左右 接多 OK 昨天有讲到的苏许也是一样 可能又要继续的 OK 这个 形态完成在趋势线上 但我觉得大可能会调整 所以我就不接多先 他的好朋友 悠尼 昨天做空 拿不住 今天可能会再次的开空吧 可以只是给大家再涨多一点 回到这个趋势线阻力 无法突破 可能要跌一波 这个悠尼可能会走一个50 回到22块3毛半左右 好啦 今天视频就比较短了 我要说的都说完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去发问 然后 祝你们好运 祝你们good luck 记得继续支持我 感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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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